好,那初胚的話,其實它做法是一樣的 就是你自己去開一個,比如說Wax 然後開一個對稱,然後就直接開始去加肉 或者是去加體格這樣子 強度 不夠 減弱 大 這樣就可以很快的加上去嘛對不對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還有一些東西可以先調整 我上課,我基本上我要你做的是一個人型的動物 但不代表你一定要做人類 所以你要做怪物,其實我是沒意見 只要你不要做史萊姆就好 其他我都沒關係,你就不要做成史萊姆 就是我也看不懂那是什麼東西的那種 好嗎? 好 不過今天我們上課的時候 你可以先試試看這個 就是Post Tool Post Tool Post Tool是 之前講過嗎?忘掉了 它是一個調整姿勢的工具 那調整姿勢的同時,它也可以調整整個體態 我們可以在一開始 就是說我一開始在抓粗胚的時候 我可以想說我如果要把它做成不一樣的造型的話 我整個身體比例 這是接近人體的比例 我如果要做成怪物的比例 比如說手特別大或腳特別大的話 那我就可以用Post Tool 來做比較快速的修改 這樣子 好,那 首先 這邊會有個Create Joint 產生關節 那 因為 Mapbox本身一開始是沒有給你關節的 可是如果你要關節的話 你可以自己從模型的上面去找一個關節 比如說 我認為他的身體 好,我先把他的手改大好了 來,我先把他的手背 比如說 你這樣拉 從你的關節的位置 比如說我從這個 手腕的關節這個地方 腕關節這個地方按住這樣拖拉 你會看到一條箭頭 有看到嗎? 那這個箭頭 你拉的越長 代表你的身體 你的這一段關節會越柔軟 好,越柔軟 你按下去 放開之後 像我拉這麼長對不對 他的健身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再來 第二個叫做Pose 調整關節的時候 你去調整會變這樣 就是會變成一個很柔軟的一個效果 這樣看得懂的意思嗎? 好,可是正常的人類不是長這樣 除非你寄生獸還什麼東西 好,所以Create Joint 我們重新產生 按Ctrl 就可以把那個 按Ctrl去點那個關節 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我產生短短的 短短的就好 這樣子 那你再去Pose的話 這樣子的關節 看得懂的意思嗎? 它就是一個 比較直式的 就是比較硬的關節 這樣子 基本上人的四肢都屬於硬關節 所以請你不要 就是搞成軟軟的這樣子的東西 好 來 再來一次 Create Joint 按Ctrl 按XX把它點掉 OK 好 那 它的關節的位置 比如說我今天我把手 從肩膀這個地方稍微拉一下 好 你會看到那個線 那個線就是它會變形影響到的範圍 這樣子 重抓 好 一開始 你可以不用把模型搞得太 太 就是不用細分到太細的程度 因為一開始我們只是抓粗胚的效果 所以我們先調整 好 那再來Pose 基本上就是這兩個 那Pose就是 你要在什麼地方做彎曲 從你看過去的這個方向做彎曲 所以我從眼睛這樣看過去的方向 旋轉是這個方向在旋轉的 好 所以我要往後 比如說我這個手要往後擺的話 我要把它轉到側面這邊 好 那它這樣轉了之後就是這樣再轉 這樣子 OK 所以我這個時候用這樣轉 它就可以這樣轉過來 大概像這樣 很簡單 OK 那今天 今天我不會馬上就開始做身體的雕塑 我會先讓同學 先去自己去抓你想要的體格 你會發現我Pose的時候 我身體只動了半邊 另外半邊沒有動 這個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可以用對稱的方式 把左半邊對給右半邊 或右半邊對給左半邊 這都可以 所以你只要能夠搞定半邊就足夠 好 那手的部分一樣 我這個地方 它自動 它有一個很妙的地方是 它產生關節的時候 它自動會產生在正中間這邊 好 然後 比如說我今天我的手要把它 朝前 Pose 它這邊有寫 你仔細看一下 左鍵中鍵不一樣的 我這樣 我把手往前彎 中鍵 中鍵可以怎麼樣 看到嗎 你的關節整個可以被拉動到 右鍵 右鍵沒效果 可是我記得有一個效果 嗯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Pose 選這個關節 你只要有設定過關節 它這個地方就可以產生 你可以選哪個關節 它就彎哪個關節 可以這樣子 好 那 middle button 我記得是有一個放大縮小的 Pose 左鍵 不對 嗯 奇怪 是已經 是把它關掉了嗎 這一次把它關掉了 OK 不是有點尷尬 必須要在關節上面按上中鍵 它可以做垂直或水平的縮放 好 它比較不是 就是你用中鍵這樣子去拉 好 不是用左鍵喔 用中鍵這樣子去拉的話 你的手可以 就是再單獨的改大這樣子 比如說我要搞成手超大 欸 這個地方看起來好像不夠胖 改胖一點 好 好 當然這個地方過度看起來就會很怪 那我可能就會把它 再回到 過度的地方效果不好 其實不用急 你等一下再用那個雕刻工具 稍微抹一抹就 就好了 這樣子 好 好 我先把這個手的方向 稍微朝外一點 好 比如說我覺得它的方向應該這樣 稍微旋轉 我想把手朝外面旋轉一點 這樣子 好 好 那 呃 比如說我覺得這樣形狀差不多了 我用Wax 再稍微把這個地方稍微補一下 好 一開始因為沒什麼東西啊 所以大概打個粗胚就好了 比如說我的手大概打算搞這麼大 如果你還打算打手腕手掌那個東西 你還可以再繼續打下去 不過我這個地方就先這樣子 那 如果我現在現在是這樣子 假設我覺得這個姿勢 是我可以接受的姿勢了 那我希望這半邊的手 要拷貝給這邊的手 這樣子 之前我們上課有講過 你可以在哪裡做 Mesh 網格這個地方 Make Symmetrical 產生對稱 產生對稱這個地方 你的X這個地方 看你是要從右邊給左邊 左邊給右邊 還是右邊給左邊 我現在是從右邊要給左邊 這樣子 右邊這邊給左邊這邊 按一下Maximetrical 另外一邊就出來了 這樣看得懂意思嗎 OK 好 那我身體 比如說我身體 我希望它能夠彎曲 沒有關係 一點一點來調 比如說我現在身體 我希望它能夠 是能夠一個彎腰駝背的 我就把這個地方身體 拉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 這個我 應該不用對稱吧 沒關係 從中間這個地方 正常來講 我們的腰會彎的地方 記得我們的胸腔這一塊是硬的 基本上不太會變形 然後這個臀褲骨盆的地方 是硬的 比較不會變形 會有變形的大概是這個地方 會比較變形 不過這只是解剖學的基本而已 你大概有個概念就可以 我們把這個地方 拉出來 噴曲 好 比如說頭 Joyt 然後旋轉一下 好 看你用中鍵也可以去調整一下位置 或者大小 用中鍵 用左鍵 直接按下去 會變成直接 就是拉動 這樣子的效果 好 像這樣 拉關節 然後 Pose Tool 旋轉 再用中鍵把它 比如說放大縮小 這個要自己去玩過才有感覺 所以等一下我會留給各位花時間去玩一下這樣 好 這一段我可能要把它縮上去 所以 按下中鍵 再同時按下 畫筆這一個 好 可以直接去拉動關節 這個比較不好拉 讓它故意開一點 讓它故意開一點 有點不好做齁 好 挑戰點好了 Pose 這樣 好 好 這樣 好 好 好 OK 好 大概像這個樣子 反正你只要這邊搞定了另外一邊 你就給它make symmetrical這樣子對稱一下 頭變兩個了 因為頭剛才拉到過 這個壞掉了 好吧 那等一下你可以自己先試試看Post Tool的部分 好嗎 自己去拉拉看用這兩個 那weight是什麼我稍微講一下 move pivot當然就是直接移動關節的位置 這個你覺得關節的位置不喜歡的話 重新再去移動過一次 它會自己幫你抓到正中心去這樣子 好 那weight的話是說 我今天如果選到某個關節 比如這個關節好了 看我沒抓到 這個呢 好 我覺得這個關節的這個位置的強度 不需要那麼強 我可以用這個位置去把它刷強或刷入 ctrl是反刷 這樣子 可以去刷強弱這樣子 不過我這邊我比較少去用它 看你的需求而定 好不好 你先幫我 就試試看用Post Tool去調整人的體格 試試試看 看他們弄個簡單的指示什麼的 玩玩看這樣子 好不好 來先切過來這個地方 你先玩一下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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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